大业大学公社契战 其实我觉得是叫大业大学 设计学院的设计学院 我们是在创校的时候 建议工业设计系 台湾第一部的设计系 工业设计系 我们从以前创系的时候 就是一个德国教授放弃 也通过到现在 他们这个系上也多一点 除了我们本堂的教授 都有外籍的设计 包括德国教授像现在的Gager 他都是在国际上 非常有一个设计师 那我想学生的栽域 这样子的栽域都是像 他们其实这个石座能量不可以 只是过去我们大业大学 不太好说出现在 整个宣传 聊天室 去交流 在国智慧静流传 那当初这个是跟日地冷气 进行采取的作品 给开发 所以他当初的题目 一个设定就是针对 通调跟人工滋味进行结合 那我们环顾整个市场上 我们发现说 其实针对婴儿开发的一些 空气精英机 是相对较少的 所以我们决定 从这方面去进行琢磨开发 那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婴儿呢 他有一些问题 一个特点 包括他的一些过敏儿的问题 像在台湾 大概有十个 大概有八九个 是过敏儿 那再来就是他的这个皮肤过敏的一个问题 再来还有他的这个温度 一个问题 那所以在这一方面综合起来 我们去做一个设计上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这个婴儿床呢 跟空气精英机做结合 他可以提供婴儿床内呢 最清新的一个空气 那同时呢 周围呢 又可以侦测这个北皮的一些气味的味道 包括它是否有一些大小便的一个情况 他马上可以提醒父母 例如说他大便了 他马上提醒父母说 现在大便了该换尿度的一个等等的 那再来就是温度上的改变 其实 北皮他的温度的体温治愈的难易 其实相对我们成人较低的 那所以在环境温度上变化的一个过程中 北皮很容易就感冒了 那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红外线去了解说 北皮现在一些温度的一个改变 那还有现在室外的 室内外的温度是否符合北皮现在的一些温度啦 还有是否舒适等等 那可能温度一改变 他可能就感冒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连接冷气 去做一个温度上的调节 那内里跟外里的一个布料呢 我们都采用这个防满太具的一个布置 可以提供给一个一个最干净的最舒适的空间 那同时又不会有一个这个沉满 还有过敏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的概念是以自动驾使用一个系统去做一个发行 那我们使用的环境是在于都市里面的一个救援 那都市里面的车流量大的快速 尤其上下班时间更容易发生一些车祸的问题 那我们透过以三个系统去做一个搭配 由空拍机还有医疗舱跟水型车进行一个搭配 那空拍机的功能是在于在前方透过数据的侦测呢 可以更及时的传递自动驾驶的一些路线的资料 让他们提供他们去做一个选择 那还有一个功能是在我们救护车行驶 从后方过来的时候并不容易察觉 那在透过他在前方驾驶的视野内飞行呢 可以更快的提醒驾驶者说 后面有救援的车辆要过来 所以可以让他们更早去往旁边靠 甚至是再去做散避的动作 那后面的医疗舱因为他是单人运送的过程 那一般救护车上面都会后方 都会有一个医疗人员进行一个救护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后方更配置的一个随行车 去跟他做一个搭配 那随行车上面载有我们的医疗人员 那医疗人员的面罩上面可以及时的显示 三患目前的身体状况 那例如他们需要急救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立即的停到路边甚至上人行道 因为他们机器够小的机器更高 可以到更安全的地方进行一个急救的动作 并且等待救护车过来做一个衔接的救援 那我们设计这整个系统 我们最主要的诉求是为了在 城市塞车或者是巷弄小小的情况下呢 可以更好地去做一个 抢救更多的一个时间在于 这个伤患的一个事故现场的位置 那尽早帮我们带离这个车流量多 并且塞车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及早进行 大定好高握成绩 大 Shang認